你是个化妆师 有很多地方我们是不能自我化妆的 也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瞒过一阵子 瞒不过一辈子 结婚离婚 你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有了新的男朋友 你不告诉他 在他眼里可能不是简单的隐瞒 可能就有欺骗的成分 我也听得很清楚 你是受过伤的 你是痛过的 你是更应该知道别人会有多痛 但是我也理解 他为什么要隐瞒 他很刻意的把自己很多事情 不愿意告诉这个男人 因为他喜欢这个男人 他怕他知道以后 两个人就一刀两断了 你就怕失去他 对 我害怕他离开我 这个是他的本因 所以我们经常说 有一些隐瞒 有一些欺骗是善意的 善意的成分是有的 但是这样核心的问题 是不能隐瞒的 你呢 确实是伤了他的自尊 他确实做的不对 他也已经向你 表明了自己 为什么 你可以选择分手 你可以选择继续 但你不能选择报复 他这样做 作为一个男人很不地道 我分明看到你内心 有一条阴沟 里面有污水 而且这条阴沟 有时候会堵 有时候会疏通 你今天是疏通了 保不定 你明天又堵上了 所以 如果你和他结了婚 那这条阴沟当中的污水 不知道哪一天又开闸了 哪一天又堵了 所以姑娘 藏痛不如短痛 好 谢谢伯红兄的坦诚 谢谢 附老师 人的这一辈子 其实都是在藏东西 藏自己的错误 藏自己的羞耻 为自己找一块遮羞布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自己最心爱的人 是要坦白的 你坦白了 对方还揪着不放 那是他的问题 我已经赤裸裸地展现在 在你面前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已经一丝不挂 这本来 展露自己的伤口 就是一种疼痛 但如果对方不能包容 那就分开 但如果你刻意地隐瞒 这就不是善意的谎言 你要清楚一种性质 刻意地隐瞒和 请不吝点赞 按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